國民黨晚間在苗栗縣府廣場 封街舉辦聯合造勢活動 吸引了上萬名支持者到場 搖旗吶喊 侯友宜立拼總統選票 不捨是藍軍的要繳全到齊 武黨籍縣長仲東竟也來站臺 群眾熱血沸騰搖旗吶喊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五號晚間在苗栗縣府前廣場 封街舉辦造勢活動 吸引上萬名支持民眾 侯友宜一開口就先用客家化 拉近與鄉親的距離 要爭取選票政黨輪替 當然不忘痛批執政黨 就是民進黨一直在包庇犯罪者 讓這些貪污腐敗的案件 沒有辦法水漏出出 這就是專制對不對 對 苗栗大型造勢晚會 侯友宜氣勢如虹 縣府前封街擺滿紅色塑膠液 明言將近三百公尺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展現團結上台駐江 現場 我聽中現場說擺了一萬五千張椅子 可是我看到好多好多好多都是站在現場的 真的是非常的感動 大家今天不只是支持侯友宜 不只是支持國民黨 不只是支持邱振鈞 支持陳昭明 最重要的 大家是真正的愛台灣 相信我們侯總統一定會確保台灣安全 一定會確保兩岸和平 一定會讓我們台灣社會有公平正義 在這裡我更要跟侯總統請命 我相信他也一定會支持我們苗栗縣的債務對不對 國民黨高喊侯康領航苗栗在地藍軍藥角到期 縣長中東景站台催總統票 更不忘拉票山縣及海線立委 確保中央地方全雷達 記者蔡真順彭光旭李永勝 SNG小組苗栗報導